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任意变更排气管 或者是使用未经主管机关 审认合格排气管的车主们 要注意咯 金融市警方即日起 执行宁静街坊专案 将进行定点栏查 金融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汉市警局副局长李清泉 交通队队长张玉丽 及环保局科长林嘉宜 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依据市府公告修正的 金融市噪音管制条文 警方开始执行宁静街坊专案 针对任意变更排气管 或使用未经主管机关 审认合格排气管 进行蓝查拍照 再移交环保局裁罚处分 本局从即日起 会从每天晚上的八点 到凌晨两点 我们一天会规划六个班次 来执行宁静街坊的 一个专案勤务工作 未来的一个勤务执行 我们会采定点蓝查 然后针对本市 异为噪音的一个热点 路段以及39处 汽机车改装处所周边的路段 我们会实施定点蓝查的一个勤务 针对任意变更 或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排气管 我们会加以来做一个蓝查 然后通报环保局 来依照本市公告的一个管理事项 来实施裁罚 那未来呢 如果说有违反相关的一个法规 我们将会进行三千至三万元的一个罚环 我们期望说能够加强取缔 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这个噪音污染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会针对于我们目前民众 经常反应的噪音的这个噪音车出没的这个路段 来进行这个查验 那首先呢 分别是南红路 还有仁一路 信一路 东信路 北宁路 新丰街 八渡路 远远路 湖海路 西定路 鸡金一路 以及麦金路等 同时间呢 我们也会针对全市的39家列管 汽机车改装处的这个周边道路 来执行这个定点守望 而为了积极防治噪音问题 环保局也说明 明年已经编列多套取缔噪音的执法设备 加强执法 明年我们有编列了四套原地检验的设备 还有十套固定的这个声音照相的设备 固定声音照相设备在各区的这个澄清的热点 我们都会装设 然后这个原地检验的设备 我们属于机动式的 在澄清热点 如果有民众澄清的话 我们就会出动这个设备去请去那个检查 那其实呢 为了能够有效的 赫止车辆自行改装这个排气管 以及呢 制造这个噪音的这个案件 我们也在呢 明年度 113年的预算采购呢 就是有关于声音以及科技照相的执法设备 同时呢 我们也会向环境部来建议下修现有的这个噪音开阀的标准 下修到84分贝 我们会建议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目前现有的一个分贝标准是90分贝 由于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 因为改装车产生的噪音问题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 因此市长也将安排时间到警方执行专案的现场进行了解 期盼透过加强取缔 让市民不再受到噪音污染 拥有宁静的生活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来要提醒市民朋友注意 最近很多人都收到了欠缴水费的手机诈骗简讯 自来水公司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去点简讯里面的不明连结 先向水公司查询确认 画面上这则简讯就是许多人接到的欠缴水费诈骗简讯 简讯内容提到欠费275元 再不缴费当天就要立刻停止供水 利用民众恐慌的心理 因此自来水公司特别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点入简讯里的连结 避免受骗上当 特性都是欠缴水费275元 而且就会在当天停止供水 那提醒民众不要惊慌 接到这种简讯的时候 不要打开水费吹缴简讯的连结网址 请拨打我们水公司的1910的免付费专线 或者是各服务所各营运所的专线 或者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其实我们公司的吹缴 我们原则上我们也不想拆用户的表 因为有时候用户很忙 忘记缴水费还怎么样 我们原则上我们会到用户的用水地址去贴单 或者是打电话 那如果都没有来缴的时候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简讯去吹缴 可是我们的吹缴简讯 绝对没有连结可以缴费的网址 自来水公司表示 目前在官网上也有加强提醒民众 诈骗简讯横行 误任意点入连结 再次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提高警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等一下来看 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因为老旧钢筋裹肉 水泥块剥落非常危险 议长同资委就向市政府争取了840万元 重新修缮 另外也争取到150万元来态换老旧的货题 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因为老旧钢筋锈时裹肉水泥块剥落 危机底下做生意的摊商 以及采买的客人安全 因此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向市政府积极争取下 将耗资840万元重新修缮 另外也争取到150万元 太旧换新这个市场的货题 那我们因为从民国70几年更新到现在 也非常多的设施非常老旧 那这边也是我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仁爱市场的发展 跟我们这个设施的所有改善 那我们非常感谢仁爱市场的王宏市书委 率领的这个我们的管理委员团队 常常都会反映我们真实的现况 把我们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是需要改善的方向 给我们的产发处也给我 那我想我们会特别争取相关的预算 那今年呢非常感谢产发处 这特别编列了840万 来做我们天花板的修缮 尤其这边猪肉区天花板的这个 锈石非常严重 非常多掉落的石块 让我们采买或者摊上 都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今年要求他们编列的预算 明年会做更新 那也有150万的货梯的一个预算来更新 我们感谢我们预长 在帮忙中来特地来勘扰我们仁爱市场 因为我们仁爱市场 也已经三十几年 将近三十六年了 那有些东西都是老旧 老旧化的 那尤其有一些地震的原因 致使我们这个屋顶 石头剥落 那我们议长特别 很关心 找个时间来会刊 那也鉴行我们市政府编列预算 来帮我们修缮修补 在市场主委王宏寺以及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市场及商业发展科长吴国伟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除了会刊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滩区的天花板以及货梯的情况之外 未来也将争取重新铺设市场一楼周边的棋楼地板 那我想我们现在还在看这个仁爱市场周边的地板 因为这是过去的设计比较这个没有止滑的功能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把我们仁爱市场周边的这个棋楼 第一个做整平 第二个做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地板重新铺设 我们未来再跟市政府或相关单位来争取 那也谢谢王宏寺主委 长期的对人岸市场的这个关注跟把所有的问题来做反应 市政府产发处市场及商业发展科长吴国伟进一步表示 猪肉滩区天花板会剥落的地方已经都先处理过 暂时不会再掉落水泥块 明年也将紧速发包修缮这里的天花板 以及太旧换新货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大家看金融市议员蔡旺莲 在总质询时指出有报导 明年9月U-bike自行车要引进基隆 是真的吗 市长谢国梁达询时表示 还要再评估 基隆市议员蔡旺莲在总质询时指出 有报导说明年9月份 U-bike自行车要正式引进来基隆 如果是真的很接地气 会有很多市民按赞 有一点去参加他们因为我们这边没有U-bike 没有自行车的这个活动 他都在跟新北市合办 总共合办了十三届的 我去参加过两次 就是他们都集合在国泰医院那个地方 铁马捷 铁马捷 就骑鞋 从那边然后到友类里面去转 然后转到渡南里这边 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一种活动的这个必要性 很普遍 那今天市政府有这一个案子在推动 真的很多市民会为我们市政府按赞 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这个热烈的响 回响 这个真的太有必要了 那个市长你能不能给予我们更详细的补充 不过市长谢国良大讯师表示 他有跟交通处长谈过 那个报道还需要再补充 前几天有跟我们的王处长 有提到一些共享运居的进度 我有跟他说 我们U-bike有确定要进来了吗 因为U-bike是一个很明确的 不只是共享运居 而且是一个厂牌 那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报道上 我们还有必要要做一些补充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致力于引进 共享运居到基隆来 但是不是一定是U-bike 那个企业最后会得标 这个我们还要再评估一下 这个程序都在进行 倒是我们认为 或者是我个人认为说 共享运居我们会从 我们的共享机车 也甚至从我们的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 这个计划 因为也有既有的预算了 会来去着手 所以呢 未来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 有这个月费制的 那是私有的 但是我们也会提供共享 那当然我们在提出共享的同时 一般的市民朋友一定也可以用的 只不过青年 因为随着我们这个计划 也许青年有青年的方案等等 因为是否引进U-bike 还要再评估 因为共享自行车的思维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其实不太一样 市长你刚刚提到的是 比较偏重于共享机车的这方面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U-bike共享 是不是比较容易去执行 U-bike这一方面的 因为来自外县市 然后甚至起到我们本市来的 很多黄黄的那种 U-bike那种 那个是不是 处长那个是不是来推动会比较方便 比较实际 然后需用量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普遍性一点 处长你说呢 好 那市长你再 谢谢这个请容我先补充一下 我在上任前 选举后上任前 我就跟着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这个叶匡时前部长 去U-bike这个公司考察 那我就 基本上我就想先求有 所以我就跟他探寻说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方案 就是先让我们有一些台 然后大家慢慢骑慢慢骑 慢慢增加用量 但我发现这些共享机车的 共享这个脚踏车的思维 跟我们的想法 其实不太一样 他们就是要有规模的 进入到某一个城市 然后要收取蛮高额的营运费用 那这个蛮高额的额度是相当高的 一年甚至达到好几千万之多 光是营运每年的营运费用 所以这个就是 那时候我们上任 然后基本上它有2.01 就是有动力的 对于爬山丘比较有帮助 但是一般的原来的那个U-bike 是基本上就是一般的脚踏车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 跟蔡医长你这边来报告 然后我们再来找寻 基隆的适合的方案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员余森发 在质询时呼吁配合 五轮溪治理计划的 大五轮棒球场 在重建时能够增设勘台 同时下方的蓄水池 能够规划游泳池 另外于三发也很关心 安乐国小停车塔的进度 一起来关心 长期关心 五轮溪整治进度的 基隆市议员于三发 在基隆市议会总质询时 呼吁配合治理计划 先行拆除了道轮棒球场 在重建时应该增设看台 以吸引职棒球队到基隆比赛 同时下方志宏池 也可以规划一部分 作为游泳池 这个这么大一片空地 如果可以把它纳入规划的时候 当我们在改建这个棒球场的时候 我第一个期望 希望把这个自来水公司 同意这些地方 把它建成看台 让有更多的观众能够有座位 那么职棒就有可能进来 他不一定说是什么的组场 但是至少在一年来个几次 我们基隆也可以带动职棒 这是我第一个建议 我建议好多年了 希望我们新的市长 新的团队 对地方民意特别重视的市长 应该会乐见其成 在水公司如果愿意同意 我们使用这些土地来使用的话 那我想跟大五人生理运动公园 只要能够不冲突 甚至于可以共农 那我想这个地方要好好规划 这是我第一个期待 第二个期待 旁边就是五人溪 就这边那个山上流下来 这么大的水 在大雨暴雨的情况之下 这些水要让它先流到 棒球场下面的智洪池 那我想这个山水 这个山水QQ的 流到我们的棒球场里面 经过简单的一个水处理 譬如说让它沉淀个一两天 然后再经过出过率 市长 大五人地区的民众 在对你有很高的期待 就是将近四万个人口 整个大五人地区将近四万个人口 没有一个游泳池 市长 智洪池如果拨一小部分出来做游泳池 你觉得好不好 这是我很大的期望 对此公务处长陈耀川表示 会请顾问公司将议员建议 纳入规划评估 另外虞山发也关心 安乐国小立体停车场的规划进度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回应表示 市府正积极争取 希望能跟中央一起合见 关于所有的硬体设备 大概最近都涨价了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包括停留 我们是希望用都更的方式来办理 所以我们在规划完成后 我希望是能够跟中央争取经费 跟地方共同来合见 金融市政府交往处长 王正宏进一步说明 第一步将先做部分都市计划变更 接下来则是跟财政部 畜山师争取经费做前置规划 现阶段已经跟教育处 还有都发处 跨局处来整合 也就是说我们会先做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它有一部分要 效地2.8公顷的部分 要保留有两公顷以上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部分 会来做所谓这个都市计划变更 变更为停车场用地以后 我们透过多目标使用 来把这个停车场的效益能发挥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 因为后续停车场建制的部分会涉及工程经费 所以我们已经在10月份 跟财政部一个处餐师 提出我们安乐国小 希望透过处餐的方式 来做所谓的一个前置规划 那后续我们会持续跟 处餐师这边争取经费 那逐步来推动 鱼山发也呼吁金融市政府 多设置行人专用耗制 保护行人安全 也避免驾驶人不时落入 被开罚的危机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赖清德 侍忠卓涌泰 蔡世印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11月11日 我们不见不散 主邮 白人 谢谢 我们家Liver 下礼拜可可以帮我们家 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真不好吧 请谈哦 副主聘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聘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亲户籍资料证本 感觉去缴税啦 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量多包含哦 赖清德 郑文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庭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新丰街塞车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梦业 金融市议员兰敏黄在质询时 就呼吁市政府应该要尽速重启 303项连外道路的规划案 新丰街塞车问题引发关注 长期关心的金融市议员兰敏黄 在金融市议会总职群呼吁金融市政府 紧速重启过去已经完成规划的多个连外道路案 其中他最支持的是经费最少工期最短 又免还评的303项衔接调和结案 303项这条连外道路过去已经规划出来了 经费2.97不需还评15个工作业 请公务处网把过去的资料调出来 这是我们企政府开规划会规划出来的资料 再来333项 这个是内政部核定经费下台被收回去 也请你们把这个计划拿出来 那至于1622项新的建议案 这个也请你们重新评估 也就是说新丰街的连外道路 现在大概有三个案子 303项333项162项 我希望市政府各单位赶快去做个评估 那我个人就要建议啊 重新评估303项的连外道路是最好的一个政策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 金融市政府会先进行和封街局部拓宽案 另外大陆部分则会选择经费适中反弹最小的规划案 再请立法院协助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 下端的和封街那边要做一些拓宽 然后让这个车流到和封街的时候 可以比较容易的到这个调和封街那边去疏散 这个案子呢是0.98亿 那因为是金额比较少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部分我想先把它拍板定案 蓝敏黄也提出卡马丁渔市迁移问题 他以日本逐地市场迁移丰州为例 鼓励市长应该勇于推动 至于迁移地点 蓝敏黄认为八斗子渔港最佳 我建议去这个这个看马丁渔市 应该可以迁移到八斗子渔港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从你的市政报告中我发现 我们金融市准备成立产销 这个鱼产品的产销公司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八斗子渔港也准备进行 鱼棚的新建工程总经费一亿一千五百万 这个就是你们的示意图 再加上基隆区的渔会 也准备建制一个符合国际规定的 鱼产品的链加工厂 光这三个利多 未来的八斗子渔港 就真的非常适合把这个看马丁渔市签过来 对此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我们也有针对渔市场本身 有编列了一部分几百万的规划的相关预算 那我觉得长远上真的是要做 但是我想我会用耐心沟通跟配套 去未来这个思考如何完成您所交付的 也有把这个东京的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很好的案例跟我们分享 南米黄同时关心环港商圈 监运沿线长站都更 及新市政大楼规划进度 呼吁金融市政府加快速度把握机会 让金融市政发展脱胎换骨 记者张启腾长报导 在带来看金融市议员林恩典 在纵直询时 谈到和平岛观光车流的问题 市场谢国良强调会持续发展观光 也将和西班牙合作 更希望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缔结姐妹事 基隆市议员林恩典在总质询时 谈到和平岛观光车流的问题 特别是到外国去 还有在中国大陆里面 看到很多都这样 你到了一个景区就停在外面 所有的车子就用他们的车子 把我们接进去 那你知道那边的这样子的 可以养活很多人 车子也好 这个我们接待的车也好 或者是那你一个 你的我们的车子进去 都是一样的规格 大小 我想这个民众 和平岛民众 就不要跟他们有很多的 纠葛或纠结 用我们专业的车子 把它带进去 然后让他们在那边 参观以后 再把人送出来 市长谢国良 大巡使则表示 和平岛未来 还是会持续发展观光 而且当地还有空间 屁建更大的停车场 我多次去那边绕 就觉得说那边现在还 没有积极的开发 而且那边其实已经有 业者在经营停车场 可是知道的人却不是很多 所以我认为说 那边其实要宣导一下 我甚至刚刚跟交通处建议 就改名叫和平岛停车场 而且那边其实有空间 屁建更大更多的停车场 这是交通配套的部分 谢国良话风一转更强调 西班牙人来台400年 这几年市政府将会和 西班牙方面合作观光事宜 未来更希望和西班牙 等欧洲国家城市 缔结为姐妹室 西班牙400年 我们即将要合作的部分 包括他们的国庆日 是10月12号 跟我们就差个两天 所以应该在西班牙400年 也就是民国115年的时候 合并举办一个 两国的联合的烟火 我觉得也相当有意义 至于说圣萨尔瓦多城 您也知道400年前 台湾最早的一批的 这些传教的遗迹 古迹 我也跟西班牙的代表 我们大概在年底左右 还会碰面 而且持续地交流 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友善 而且他也主动了 提出了一些 可能的姐妹室选项 来跟我们讨论 那因为我们基隆 在我们之前 在我们上任之前 是没有欧洲的姐妹室 所以我想我在明年度 我一定要想办法 来缔结一到两个 欧洲的姐妹室 其中这个意大利 有一个罗马 罗马本身是没有邮轮 但是罗马的近郊 有一个城市 叫Civitavecchia 在意大利跟梵蒂冈那边的人 都是从那个地方 上这个邮轮的 它等于就罗马的基隆 我怎么讲 因为台北也没有办法上邮轮 你要来邮轮 你要来基隆 另外林恩典也希望 市政府可以利用 六二快速道路桥下的空间 好好规划利用 像这种地方适合做什么 那这个活动真的充足了证明 那天下大雨 在不管是表演的人 还有这个来的听的观众 在那边都没有影响 那特别是在六二的桥下 其实有还很多地方 像八斗路 这个八斗路有这个六二的桥 有好几好几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